各位听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又来收听本电台的节目 现在又是我孙伟光 和大家继续主持《人在澳洲》这个讲座 今天我继续和大家讲《得人心篇》 今天是讲第三篇 我的题目就叫做《以游服人》 第一次我讲到是以承服人 就是以诚恳的态度去令人服、得到人的心 第二次是讲到以谦服人 就是用谦卑的态度来得人心 今次就是以游服人 就是用温柔去令人真的服你 温柔这一件事是圣经里面 即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高的价值的一件事 如果你发现大多数的国家文化里面的伦理系统 都没有温柔这一件事 它会有勇敢,它会有诚实,它会有爱,有仁义等等 你说温柔这一件事 你发现你如果留意一下其他论理 即是讲道德的系统,很少提到它 除非是什么,除非是老子就有提了 即是老子很着重,即是以游制纲 在传统的很多国家文化里面的道德 是不提这个温柔的 温柔是什么?温柔是强硬的相反 强硬,或者强势,粗暴,凶恶 就是这些力量的相反 就是温柔 圣经经常提到温柔的 圣经经经常提到耶稣说 我心里某和谐卑 你们应该要学我的样式 耶稣是这样的 温柔给人一个印象,就好像是很软弱 好像很负面,好像很女人形 但其实不是的,女人都喜欢男人温柔 女人不喜欢男人粗老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利,因为他们不承受地土 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很多次温柔 圣经的加拉太书提到圣灵的果子,其中一样就是温柔 我们今天看下温柔的内涵,又讲一下为什么温柔反而会得人心呢 温柔有什么内涵呢?我也会提三个内涵 第一个内涵就是他不粗暴,是有礼貌的 很明显,温柔这两个字一听,这个人很温柔,他肯定不会粗暴 他不单止不粗暴,是有礼貌的 圣经一提到领袖,很有趣的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 提到一个教会的领袖是要怎样的呢?是温和的 而且提到他不打人,即是不打人是温和的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读这段圣经,我觉得挺奇怪的 不打人?教会会打人吗?教会的领袖会打人吗? 我们可能不记得了,在耶稣的年代,当时是有奴隶制度的 有些基督徒本身是主人,家里有一批奴隶 奴隶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以前的主人打奴隶是很普通的 特别在罗马大帝国,拿奴隶去斗兽场那里斗 即是你两个斗,打到谁打死为止 作为一种娱乐 因为在罗马大帝国里面,奴隶是没有人权的 因为奴隶不是一个人来的 有拉丁文说,奴隶不是一个人来的 所以你不需要给他人权的 所以那些主人是可以随时打奴隶的 有些什么不适合就是打的了 所以圣经就提到,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主人 你家里有奴隶的,就说你不能够打人的 除了打奴隶之外,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打老婆了 因为全世界基督教未存到的地方 都往往是重男轻女的 就像在中国,坦白说,打老婆是很普通的 有些人来到澳洲,都还是打老婆 那时候惹伤祸,有人报警了 警察就来干涉了 我自己都处理过几件这样的事情 我每次处理,都警告男人 不可以的,在澳洲不可以打老婆的 你打老婆,我知情不报,我都有罪的 那他就害怕了,万一警察来 你一定输的,我告诉你 你几有道理都好 你不可以说我老婆牙尖咀你 你一动手动脚,警察就干涉了 他以后就叫你不可以近你老婆200米 我在电台都跟大家说 是不可以打老婆的澳洲 当然老婆打老公又行不行呢 我不知道如果你去警察局 即是老婆打老公行不行呢 我想都不行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又特别大罪又有力 你老公很小小 不过一般来说 因为女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男人就不是很怕女人打的 女人打的那些打老公不是真打的 是假的 所以一般我所指的家庭暴力 往往是指男人打女人 好了,圣经就说不打人 还有说什么呢 只要温和,说到一个领袖 这个是圣经的标准 你做领袖 除了你那里有很多标准 又要善于教导 又要指着一个妇人的丈夫 即不可以有两个老婆 又要节制 很多方面都要有的 在品格上 但其中有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不打人 即是不要粗老 要温和 圣经对于领袖的要求 是一定要有温柔的 温和即是温柔 或者我们再说一下 一个温和的人 通常是有礼貌的 说一下礼貌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有人跟你有什么不对 但你对他很有礼貌 你发现他很难跟你吵架 因为你对他很有礼貌 他这场架是吵不起的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有两个女人出去买东西 在一间唐人店买东西 我不知见到什么 我不太记得了 一种菜 他写两个九十九一一期 到付钱的时候 其中一个女人 到付钱的时候 仕头就说 对不起是三个九十九 我太太就说 对不起 其中一个是我太太 她说 你那里说是两个九十九 她说不是 对不起 因为改了 来价很贵 如果我们买两个九十九 就虚本了 我太太想想想 对不起 我不买了 我太太说对不起 我不买了 都很天空地道 因为你写是两个九十九 但另一个女人又是买的 老板又是这样说 其实老板不错 你明明三十九十九 你改了价钱 她又没有改 她又说是三十九十九 因为来价高了 那个女人说什么 她就没有那么有礼貌 她说你这么做生意怎么行 什么你这么做生意的 她就骂了老板 老板又跟她骂了 又骂过了 那是没有好结果的 你倒不如你就说 这样啊 或者麻烦你改个牌 对她有礼貌一些 比较好一些的 如果不是就很容易吵架的 说你这么做生意不行的 事实上她这么做生意是不行的 但是你一定要对老板有礼貌 你以至 理口道理也好 你也是有礼貌 无谓要吵架 我们发现 在圣经里耶稣很温柔 特别是人家明明做错事 他也是用温柔的态度去对 他的门徒做错事 耶稣也是他的门徒彼得 三次不认他 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三次不认他 耶稣后来都对他很温柔的 有一次有个淫妇 正在犯奸淫 被人捉奸在床 被人捉到 而根据犹太人的惯例 是用石头一块石头 扔到他的身上 扔死他 打死他 那些人捉了来 就问耶稣 应不应该打死他 耶稣轻轻轻地问那些人 慢慢地问他们 你们谁没有犯过罪的 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他 耶稣没有说不应该打他 他只不过反问 你们谁没有犯过罪的 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他 可以先打他 那些人想想 个个都一个个走了出去 全都走了 耶稣就很温柔 耶稣没有说 喂!你们这样欺负人 不对 你们自己没有犯过罪 耶稣又不是这样 耶稣反问他们 很温柔 接着耶稣对这个女人 她说 女人 妇人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这个女人已经害怕得很紧 主啊 没有啊 耶稣说 我都不定你的罪 你是有罪 不过我不定你的罪 你走啦 回家 以后不要再犯罪啦 耶稣很温柔 她又有原则 她又不是说 哇!你这个女人有没有搞错啊 你知不知道有多麻烦啊 幸好我救了你啊 这样的事你都做得出的 耶稣不是这样 她说 我都不定你的罪 你平安回去啦 下次不要再犯罪啦 耶稣都说下次不要啦 是吧 这个就是耶稣的温柔 她说 最近呢就发生件事 我知道一件事 有人住在那些宅宅那里的 就是黏着的 就是黏着隔离的 就是黏着隔离左右的 7点起床就冲凉 就听到那些花灑声 而且呢 跟着说 听到她冲厕所声 冲厕所冲了三个字 她就吵得她分不着教 于是她就冲封信来骂 哎呀不行啊 那旁边的那个是个中国人 她又不敢过来和人说 就冲封信来 扔进来 这个主人家呢 就是一个女孩子 就走去旁边那里 拍门 我要亲自和她说 那里面明明有人 她又不敢出来见 冲封那个投诉 又不敢出来见 有时候中国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 又不敢当面和人说 但是呢 又吵了 结果她说 喂喂喂 I want to talk to you 港人也是一个中国人 不过是在这里长大 所以就会说英文 又会说中文 她就没办法出来 她又很温柔 她又很有礼貌 很冷静 她不是说 你冲封信来 早上七点钟起床洗澡 很奇怪吗 在澳洲很普通 澳洲是早上洗澡 如果我早上四点钟起床洗澡 都说 她又不是这样 她说 是 我早上七点钟洗澡 你早上七点钟起床 我早上七点钟起床 早上七点钟起床 是澳洲的惯例 是澳洲很普通的 至于你说 我洗澡了十五分钟 你过来吧 我给厕所看看 你过来吧 她说过来 你按一下键 一按 是吗 你有没有十五分钟 没理由洗澡会洗十五分钟 她很冷静很温柔 对她说 那个人就服了 那就不会吵架了 你明白吗 你用一个温和温柔的方法 是好很多的 好了 温柔的内涵 第一 就是不粗暴有礼貌 冷静有礼貌 第二个内涵 就是不坚持不增经 一个温柔的人 不需要一定要坚持的 必须说清楚 有些东西一定要坚持 比如真理一定要坚持 原则一定要坚持 我自己很多时候替别人举行婚礼 我是宗教式的 基督教式的 替别人举行婚礼 举行婚礼之前 我会跟别人做婚前辅导 对不起 说婚前性行为 但有关的 我会做婚前辅导 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 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有没有住在一起 或者有没有性行为 如果他们说有 因为我们圣经是不赞成的 如果你有 就请你现在停了 我都很温和的 我请你现在停了 你何必再继续呢 你等到你结婚先 还有几个月而已 如果你继续有婚前性行为 继续一起婚 结婚那天有什么乐趣呢 我劝他们停了 我说我是坚持原则 如果你不停 我就不帮你主持婚礼了 我的原则就是这样 我的信仰原则就是这样 我一定坚持的 我虽然坚持 但是我坚持得来很温柔的 我也都常常帮别人写信 介绍别人去基督教学学 读书的 我就坚持不说谎 我不会说 你明明都不是基督徒 我就说你是基督徒 你个世也你 我不会的 我就一定说真话 我说你有来我这间教会 但这个人还未是基督徒 但他很想女儿或者儿子来你学学读书 我一定是这样说 我今天才写一封信 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坚持的 原则是一定要坚持的 但有些东西是不一定要坚持的 不必去坚持的 因为那些东西不是绝对性 不是原则性的东西 不是真理的东西 譬如今晚去那里吃饭 你一定要去那里 我一定要去那里 我一定要去那里 我不坚持的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什么是一定要坚持 什么是不需要坚持的 不需要坚持的东西 那些是不是绝对的 那些不是大原则来的 可以大家谈的 可以看看大家 你们说怎样就怎样 大多数人说怎样就怎样 其实一个人 他经常坚持一件事 往往是他里面很软弱 其实一个里面真的很刚强的人 是不会争的 争是外面刚强 他死也要争的 他死也要说他自己对的 这个是争呢 明明大家都说他错了 他都是说自己对的 我见过一些这样的人 开会大家说 有两个方法做这些事情 A和B 个个都说应该用A 是他一个人说B 少许多数 都下次开会 这件事已经完了 讨论完了 不再谈了 他又提出来 那都是B方法对的 第三次开会 他又提出来 那我都说了 B方法对的 说来说去 他死坚持他以前的意见 这种人其实是很软弱的 很弱的 他里面是很弱的 所以他外面一定要强 一定死也要说自己对的 死也不认错 其实当你外面 当你里面很刚强 反而你不需要争 反而我给你赢了 你说美国人口是2万万 我说3万万 你说不是啦 2万万 虽然这是牵涉到真相真理的问题 最后我会跟你怎么说 你说怎样就怎样 你赢了 这个辩论我等你赢了 你好好考虑 你很坚持 我就让你赢了 当你里面真的强 你不需要赢一场辩论 你就由他赢了 或者你回去查一查 究竟美国人口有多少 温柔也有第三个内涵 就是肯聆听 我称为处弱势 肯聆听就是一个温柔的人 肯听对方说的 一个死强硬的人 不听人说的 一个肯听人说的人 其实是温柔的 我今天先和一个人谈电话 他有些问题想跟我谈的 他一打电话来 我就说有什么要谈 他说完一样 还有没有第二样呢 他又说 还有第三样呢 他又说 还有没有第四样呢 他又说 我问他 你说完了没有 还有什么 他说完了 然后我先来说 我等他先说完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就算有人投诉 我以为我对这个不满 还有没有第二样呢 他又说多一样 还有第三样呢 他又说多一样 我看他说完了 我听完了 我才开始说话 我发现这样的态度 反而容易得人心 因为我表示 我很愿意听他说话 你发现耶稣 是很懂得问问题的人 有些人以为 那些伟人 就是不用问东西的 其他人问他 他答的 他给一些很好的答案 其实不是政治提供答案 耶稣经常问问题 如果你在基督徒 你有看过圣经 你留意一下耶稣问了很多问题 耶稣有一次问一个人 你叫什么名字 耶稣有一次问一些人 你想要什么 比如刚才我说 有一个犯奸人的女人 被人捉到 那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 耶稣说 你们谁还没犯过罪的呢 耶稣问他 有他问这个女人 没有人定理的罪吗 这个女人又说没有 有一次耶稣拿起一个银 有一次耶稣拿起一个银 这个银币上的人像是谁 就是凯撒 凯撒就是凯撒大帝 圣经议的凯撒就是凯撒大帝 如果你留意圣经里面 耶稣问很多问题 一个真正温柔的人 是懂得问问题的 因为问问题必须尊重你 听你怎么说 我刚才说第三个内涵 就是肯宁定肯处弱势 有一个字眼叫强势 我们香港人很少用的 大女人经常用的 他真的很强势 他作为一个女人很强势 什么叫强势 什么叫弱势 强势就是说 势来得很强 势就是够大声 够坚持 够口才 他似着他有钱 有权力 所以把声特别大些 是个势 强势就是他一定要赢那个势 他跟你拗 一定要拗到他说最后一句说话 你拗得你没声出 这叫强势 有些女人很强势 有些男人很强势 一个温柔的人 他是肯处弱势 我不是强势的 我就不出声 我就说小一点 我就等你讲最后一句说话 我肯处弱势 你发现耶稣不介意处弱势 耶稣经常被处弱势 他最处弱势的那一剎 就是他肯被人抓了十字架 耶稣跟人说 他说我是有权的 你以为我不可以从天上 叫千千万万的天使 打下这班罗马的士兵 行 不过我不会这样做 你们捉我 我由得你捉 你们打我 我由得你打 你们侮辱我 我由得你侮辱 你们钉我在十字架上 我就乖乖地给你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圣经的哥林德后书 十三章第四节 他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但因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这句话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说耶稣软弱 有一次我很多年前在教会说 耶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人骂 你看看圣经 圣经是这样说的 他因软弱 这里的软弱不是说耶稣的个性很软弱 不是说他的道德很软弱 犯了错的软弱 不是说软弱的人性 不是说他有弱点 而是他的弱势 因为一个弱势 耶稣下来这个世界上 他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地方 他长大在一个很穷的地方 他出生很贫寒的 他处于弱势 他不是一个达官贵人 他最后是用弱势的方法 你们拉我便拉我 你们处死我便处死我 耶稣处于弱势 但因为耶稣这样的缘故 他反而赢了很多人的心 反而很多人相信他会后来 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都有不少人相信耶稣 包括我们中国 为什么赢了这么多人的心呢 就是因为他温柔 他说我心比柔和谦卑 他处于弱势 他甘心处于弱势 他可以强大 他可以打低你但他不打 他可以动手他不动手 他是神的儿子 他可以 所以处于弱势的人 表面上好像很容易被人欺负 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软弱 反而是一个真正的刚强 内里面的刚强 我们或者要问 为什么软弱的人能得人心呢 因为强硬只能得到一个势 你强硬便得到一个势 你不可以得到人的心 你只能得到一个势 所以不需要强势 除非有些人一定要坚持 也不是永远处弱势 有些人会坚持 他一直坚持 他会坚持真理 他有一次见到一班人 在圣殿做买卖 他赶走他们 很生气地赶走他们 推倒他的桌子 圣殿是用来祈祷的 为什么你们在做生意 而且高价地买些东西 做生意 耶稣赶走他们 真的需要正义感的时候 耶稣很有正义感 但当你要骂他、打他、拉他的时候 要钉他十字架 他让你这样做 强势是只能够令到你得势 不能够令到你得人的心 因为心是有很敏感的地方 心是怎样呢 是轻轻一摸就够了 用你温柔的态度 轻轻一摸 你就可以感动他 他就更加福利了 好了各位 今天的时间够了 下次再聊 拜拜